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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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单独的一棵树 那时我在香港做留学生 所以他们在那里有一个码头叫Instagram Pier 回来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就想把它列名为Instagram Tree 把它放在新加坡的地图上 所以我们想拍出不一样的东西给本地的人看 也顺便把不一样的新加坡就放上Instagram 让全世界的人看 就在我们进行拍摄的时候 韦杰也同时进入了另一位拍树的摄影爱好者 柯颖娜的镜头里 她每个月都要来这里拍摄好几次 用镜头记录人和树之间的故事 每一次看到我都觉得很美 白天看也很美 晚上看也很美 就有一次有四位滑板少年 用了滑板下写 所以觉得那个就是很好 然后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 就在那边把手伸出来这样 所以我就在那张照片里讲说 你爱我有多深 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在那边把那个树 她的手放上去动那个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她就在跟那个树讲话这样 树其实是人的生命这样 所以我觉得来这边拍 可是我有很多想象力 柯颖娜喜欢在傍晚用光和人影来讲故事 而徐昕中和陈嘉峻却喜欢晚上来拍树 用一些灯光道具为照片增添神秘色彩 叠近可以用很多灯光效果 或者是用一些灯式来画画图 灯式或者我们会用LED亮 把这个LED灯放在一个绳子上 另外一个助手就帮你按那个准备那个相机 那你就可以开始旋转 做一个圆圈或者各种画室 你可以做很多种画室 你拍出来的效果就会这样子 第一次来拍摄的陈嘉峻就是在Instagram上看到徐昕中上传的照片很漂亮 向他询问这棵树在哪里 两人于是成了朋友 这次才相约一起来拍摄 我是从Instagram里面看到这个很多人都放在网络上 然后看起来很好看 所以我就想要找一下这个是在哪里拍的 新加坡你很少会看到这个这种树的 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树在那边 然后它是没有叶子 所以你在看后面Sunset的时候你看到是蛮美的 这棵树真的是让摄影爱好者们拍出了一种很孤独的美感 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呢 我们就和自然协会的这一名会员一起下去 发现这一棵树其实是荷欢树的一种 中文名字叫做南洋营 在本地也算是很常见的一种树 这棵树英文名称是Albesia 在新加坡相当普遍 因为在一些荒野的地方 到处都有成长这些树 植物园当在1871年已经想把这种树种植在路旁 但是发觉到因为它的树枝经常会堕落 整个树会被风吹倒 那么就决定不把它种在树上 但是周围的野外地方都是长满这些树 远远望去树上其实有一些叶子 但吴先生观察之后认为 并不是这棵树生长的 而是缠绕在树上的另一种软藤植物的叶子 它的树皮已经脱落了 那么里面的木也已经腐烂了 还有周围的一些树枝也脱落了 所以这个树已经死了相当一段时间 如果观众要来拍照摄影 最好是不要触摸树 不要爬这个树 如果你这样爬可能会导致这个树 会提早导落 公众本身也是很危险 除了这一棵孤独的南洋营树之外 同样在榜鹅的水稻公园 靠近罗弄哈鲁士桥附近 有一块白毛草地 也是很多文艺青年们的最爱 我之前就在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上经常看到一些网民 上传这些照片 就一直是猜不到 他们是在新加坡的哪个角落 找到的这一片荒野 去年11月份 我们就在Instagram上面 就看到有人来这个地方拍 然后他们就有location tag这个地方 你就看人家在这个地方拍得很美 然后就有就是拉朗树是什么 然后这片拉朗树在哪里 起初进来的时候也不觉得很起眼 然后就走得比较深 然后就走到里面 就看到后面的草是很漂亮 好 往上看 新加坡就是很多高楼大厦 都很少这样的草地 荒山有点草地 就很多人都问我们 这不是新加坡吗 我讲对啊 新加坡就是在绑额 旁晚来的会比较好 因为夕阳会照到这 然后那光线会很美 来这里的话就要穿残酷 因为这里的草都很高 像人皮肤过敏 会一样 这些摄影达人们还推荐了 临错港码头 五级之马铁轨 克兰之海滩 十里达蓄水池上段 还有滨海南码头 以及新加坡的最后一个干榜 拖弄万国 如果您也喜欢摄影 不妨约上朋友去这些地方拍拍照 顺便也是亲近一下自然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浏览八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蒋焕 明天见